咳咳是這樣的 Dark Souls的系列就結束了 大家都應該把這遊戲忘記得一乾二淨之際 好死不死 Formsoft就和你玩東西 放一條片出來挑釁起注意力 怕你忘記了這個系列 他就告訴你 接下來Dark Souls就會有一個remaster版 其實remaster版玩具話說是翻新版 雖然他這麼有心機去remaster一隻遊戲 但對粉絲來說其實是一個喜訊 但其實現在坊間已經很流行remaster的遊戲 玩具話說其實都只是換湯不換藥 其實PC版的Dark Souls 1 再加一個叫做Dark Souls Fix的Mod 基本上已經做到一個高清版本的Dark Souls 1 如果你有看過我Dark Souls 1死戰那一套作品 你應該知道這件事 所以除非這個remaster版有其他的驚喜 如果不是我覺得應該我都不會再純粹去買這遊戲 不過其實我一向對Fromsoft都很有信心 我希望他今次的remaster版 可以給我一個全新感覺的Dark Souls 1 其實今次給我最大的驚喜 不是這個Trailer 而是他接下來出的一個Box Set 除了這遊戲要remaster之外 接下來Fromsoft將會推出一道豪華演藏版 有三部曲所有的作品 全原聲的配樂CD 以及紀念相片連相框 還有一組溝火和上級騎士造型的一個書架檔 它的總價錢就是49800日圓 即是折合約港幣3500元左右 那我跟你說我買硬啊 到時開箱片見啦 拜拜